现在时间7月25号早上 我们看昨天整体市场走出一个低开之后的震荡性的行情 而且是分化 对于今天行情怎么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昨天晚间欧美市场的表现 道琼子上涨0.52% 纳萨指数上涨0.19% 标牌指数上涨0.40% 英国德国法度出现不同程度的涨跌 值得一提的是中概股在昨天大涨4.26% 以及昨天富士A50指数也是大涨达到1.50% 为什么昨天的中概股和富士A50形成一个大幅的上涨 主要就是昨天会议张开了 而且定调了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 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所以说激活了中概股形成一个大幅上涨的做多动力 对于今天行情而言 我认为A股的大反攻将开始 我们在昨天重点强调7月24号是我们在7月初重点指出的抄底时间节点 我们在昨天的早篇重点讲到了双底结构 7月24号是底建议跑步进场抄底 对不对啊 那么下一个目标位就是要突破六市均线3240点 所以说听到我们昨天建议抄底包括重点指出的7月24号是底部的投资者 在我们的视频的下方请点赞关注以及在视频的下方留言三个六 谢谢 我们在昨天重点讲到了房地产板块 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两市加在一起不足7000亿的情况下反而形成一个放量 那么这个放量虽然说下跌但是单真探底 我预计房地产板块的大级别底部已经是形成了后期要震荡反弹 因为在这个位置的量能明显是一个吃货的量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连续上行不就是由于有政策的加持在叠加上放量吗 所以说房地产板块我认为仍然是市场主要攻击的方向 以及证券板块受制于六市均线的压力 那么目前我们重点要看一下房地产板块的表现 包括中字投的表现以及TMT板块人工智能在昨天也有所异动 所以说昨天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入者信心这个定调 也就定调了A股的大反攻开始 我们在昨天的早评也重点强调 我认为昨天7月24号是一个买点 当然整体市场我预计会震荡走高